等等 侯爷今晚 是不是还没有给母亲 婚定请安 母亲身边有二嫂伺候着 对了 侯爷来了 小心 侯爷 秦姨娘受伤了 我来看看你 多谢侯爷 侯爷用过晚饭了吗 要不今晚 就在妾身这儿用饭吧 那我先告辞了 你也留下来一起吃吧 秦姨娘 就在这儿摆饭 是 是 你也坐下一起吃吧 这 坐下吧 是 试试这个 你也吃 多谢侯爷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有些吃不惯花椒 我忘了 你酒居江南 那边的食物 淡来些 怪我怪我 之前侯爷住扎在苗江 那里夜晚极寒 需要吃花椒去寒 我光顾着照顾侯爷的口味 忘了夫人的口味了 没事 不怪你 怪我口味浇惯了些 夫人 您吃这个笋片 这个是清淡的 那小厨房 再煮点清淡的菜来 好 不必了 不必了 可以 吃吧 侯爷 正好我有些头疼 我就先回去休息了 你们先吃 头疼 那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走 夫人 你身体不适 让侯爷送你吧 这样妾身也能安心一些 不必逃扰侯爷了 你腿伤才刚好些 不能太失利 来 天黑了 侯爷夫人路上小心 侯爷 听白冬冠的意思 美米仪式似乎与欧家有关 徐家和欧家 都是历经几朝 身经百战的无疆之家 欧家到了靖养后这一带 不安于现状 玄宇熏心 活过扬名 想利用海禁构陷重粮 恶家 副兄 欧开海巾 以蛻决海盗之魂 变成了欧家的眼中钉 后来 副兄战死沙场 叙家满门下狱 都是靖允侯的手笔 没想到 许家还有这样的过往 若非你祖父 向圣上求情 许我上战场戴罪离宫 也便没有今日的许家 往事已矣 侯爷凭一己之力 重振许家 想来老侯爷和世子 在九泉之下也能安息了 国贼一日不除 黎明百姓一日不得安生 五兄便不得安息 难道当年就没有证据证明 是欧家害了老侯爷吗 当年靳远后任浙江巡抚 又如何会留下不利于他们的证据 奸臣勿国英雄死 千古一杯西照明 欧家陷害忠良 道行逆施 终将自食恶果 如今靳远侯 执掌兵部 长子欧立刑 官居李布侍郎 又娶了上书的嫡女为妻 刑部 也为靳远后马首是真 要搬到他们 贪贺如意 而欧家的次子 欧延刑是数字 钱少露面 有关于他的消息 也几乎看不到 怎么了 已经到了 小心 他是想留宿吗 万一 万一有了孩子怎么办 等等 侯爷今晚是不是还没有给母亲婚定请安 母亲身边有二嫂伺候着 再说了 现在这么晚 老人家想必已经休息了 不便打扰我 对了 我今日刚执掌中窥 我一会儿还要去 这种小事 不用你亲自去做的 来 侯爷 说了半天我都渴了 你这里有什么差吗 侯爷 侯爷 夫人 去给侯爷泡一壶好茶 是 夫人 我都渴了 不要 我了 侯爷 您先在此休息 我还要去看看账本 去吧